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局勢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昨天 拜登跟到訪的日本首相菅義偉會面 雙方在會後發表了聯合聲明 這次的聯合聲明 就是半世紀以來 美日雙方再次提及到台灣問題 第二宗消息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駱玉成 在接受美聯社訪問的時候 警告美國 不要打台灣牌 這一張是危險的牌 而且他還說到 永遠不會允許台灣獨立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美日峰會之後 那份聯合聲明到底是說了什麼內容 美日聯合聲明就提到 對中國不符合基於國際規則秩序的活動 表達關切 包括了 經濟和其他形式的脅迫 並且反對 任何單方面改變東海現狀的企圖 反對中國在南海的主權聲索和活動 也有提及到 釣魚台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 另外聲明當中有強調 台海的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 敦促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而拜登在聯合記者會上就提到 說美日承諾要合作 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 以及要處理東海南海和朝鮮的議題 以確保 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未來 而他有提到 美國和日本 是區內兩個強大的民主國家 兩國承諾 要捍衛和促進共同價值 包括人權和法治 其實這次美日峰會之後的聯合聲明 就是半世紀以來再次提及到台灣問題 對上一次已經要數到1969年 當時美國總統尼克遜 會見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的時候 在會後的聯合聲明 第一次有提及到台灣 這次是第二次 日本向來在外交政策方面 都是趨向保守 這次 這樣來 明確提及到台灣議題 很明顯就是已經選了哪來站 其實在日本的眼中 中國在今年年初 實施海警法 對他們構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軍事威脅 日本在過去這兩三個月 就已經多次提及到對於海警法的關切 而這次的美日聯合聲明 也是反映得出 日本 多多少少就已經是把軍事議題 擺在經貿利益之上 如果日本仍然是很忌諱經貿利益受影響 就斷然不會把台灣議題 擺在聯合聲明中提述 日本這次採取了這麼進取的態勢 一方面就是受到了美國的施壓 這件事其實很多美國媒體 都有提到 另一方面 日本其實也是出於他自身的考慮 因為台灣長期作為了釣魚台的一個屏障 若然台灣的現狀出現了突變的時候 很有可能使得這個屏障失去 所以日本斷然不希望發生這件事 隨著日本的對華態度佔趨強硬 以美日印澳四方會談作為基礎的 亞洲版北約 成形的機會就越來越大 這個構想其實就是自從 特朗普執政後期就已經提出 但是一直就沒有落實 現在似乎在四方會談當中 其中三隻腳 就是美國、澳洲和日本 就已經埋了位 是欠印度 只不過印度的 外交部長蘇傑生 在上星期的時候公開提到 說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就絕對不是亞洲版北約 而印度 也從未有過任何的北約思維 他更加強調 印太戰略建設 並不是為了加強冷戰 而是為了克服冷戰 當他們走到一起的時候 如果有人向其他國家發出 某一種威脅或訊息 印度認為 大家都需要克服這種想法 使用亞洲、北約等字眼 只是在玩心理遊戲 為何印度會有這種取態呢 在特朗普執政時期 其實美俄之間的關係 就不是像現在拜登那麼僵 因為拜登把俄羅斯當作 美國的首要敵人 於是乎 使得印度夾在中間 左右做人攔 在特朗普執政時 由於美俄的關係 趨向緩和 所以使得 美國在拉攏印度這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其實印度 在軍事上 很大程度上依賴俄羅斯 故此印度絕對不會 貿貿然跟俄羅斯反面 而美俄關係 既然鬧得那麼僵 也很難怪 印度 會想跟美國保持著 一種安全的距離 尤其是美國剛剛才 又驅逐了一批俄羅斯的外交官員 其實印度有這種取態 在拜登上台之後 大家都已經預計得到 因為拜登決意跟俄羅斯抹臉 除了美日峰會之外 其實 下個月的時候 韓國總統文在寅 也會前往美國 跟拜登會面 當然這次會面的重要性 我自己的看法 會比美日峰會的重要性為之低 可能只是禮節性的拜訪 因為美國長期以來花了很大的力度 去拉攏韓國 但是韓國 至今仍然 都不肯在兩個大國之間靠邊站 因為它一方面 又要依賴美國軍事的支援 另一方面 又要保住跟中國之間的經貿利益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吃兩家茶禮的例子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駱玉成 接受美聯社訪問的內容 其實 這一篇訪問的內容 全民今天在外交部的網站上發佈了 在這個訪問當中 其實美聯社的記者 就是大中華區的新聞總監 說到台灣問題的時候 駱玉成強調 台灣問題是涉及到中國的核心利益 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 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和退讓空間 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無論是低級別 還是高級別 美國就不要打台灣牌 這張是危險的牌 打什麼牌?打廣東牌 接著駱玉成就說 一個中國原則就是中國的紅線 中國絕不允許越線的行為 還有就是中國永遠不會允許台灣獨立 中方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 統一的立場 堅定不移 接著這個記者 就問到駱玉成 美國有很多人就猜測 中國可能會比預期更早 將台灣重新納入大陸的管治底下 中方有沒有台灣回歸的時間表呢 駱玉成就回答他 所有選項都不能夠排除 但是他說完一大輪之後 就沒有提及到那個時間表的問題 那個記者就追問 是不是就是說在台灣回歸方面 中方並沒有時間表 當前這個情況可以持續很多年呢 那駱玉成就回答他一句 說這是一個歷史進程 證明到其實大陸 沒有提供到一個很具體的時間表 究竟什麼時候是可以 所謂統一台灣 中國之前就說 美國究竟會不會在台灣發生突變的時候 出手支援台灣呢 這個就是保留著一個所謂戰略模糊的地方 但是其實中國 在究竟什麼時候統一台灣這個問題上 也有保留著一定的戰略模糊 其實雙方都有這個存在 記者又問到 在人權問題上 美中之間的分歧很大 究竟美中將會如何離合分歧呢 雙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 是不是會影響到其他的雙邊問題進展呢 駱玉成就回答他 說中美處於不同發展階段 兩國歷史文化背景不同 在人權問題上有分歧是正常的 但是關鍵就是不能將分歧點變成衝突點 更不能以人權為借口 干涉他國內政 不要在人權問題上好為人私 做教師 大陸很喜歡說這個詞彙說人權教師 在駱玉成的回答 其實他就提到不同國家 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人權訴求 人權的內涵就很豐富 這個某程度上也說 他就是把西方對於人權的價值掏空 然後賦予了他一個新定義 在西方國家來說 什麼是為之人權 當然就是要參照世界人權 宣言裏面所落的定義 比如說有生命權 人身權 不受勞役和酷刑權 人格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 無罪推定權 財產所有權 婚姻家庭權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權 參政權和選舉權等等 但是根據駱玉成的說法 他就舉了一些例子 他說對於敘利亞和利比亞的難民 他們的人權訴求就是要生存 要工作 有飯吃 就算在美國不同族群都有不同的訴求 比如說被警察跪殺的佛洛伊德訴求就是要能夠呼吸 廣大的非裔美國人訴求就是 黑人的命也是命 當然這裏就有多少是臭叢論 就是說 美國自己內部 都存在住人權問題 但是 這裏所說的人權 究竟跟西方社會 那個人權的涵意 是不是 一樣 應該就不是 在以往都說 當西方國家 責爛中國出現人權問題的時候 中國甚少說會這樣來大力反擊 但是由於近年 可能出於 戰狼外交的思維主導了 所以現在是直接把人權這個概念 有所扭轉 借此來反駁西方國家 接著這個訪問當中又提及到新疆問題 陸玉成就說 如果你是要來到中國翻箱賭籠 挖地三尺 要找所謂的犯罪證據 中國當然是不歡迎 你也是沒有這個資格去調查 誰給你這個權力 凡是去過新疆的外國朋友 都對中國的治疆政策予以高度評價 這一點就是有目共睹的 這也是中國自信的來源 中國做得好 就不怕大家去新疆看 其實這個就有多少 矛盾在這裏 當然可能用中國邏輯的話 就不覺得有矛盾 因為他一方面就說歡迎大家去新疆看 也不怕你去新疆看 但是另一方面就說 如果你是想著去翻箱賭籠找犯罪證據 就不會歡迎 那究竟是歡迎還是不歡迎呢 接下來的記者就問到香港問題 洛玉成就回答 說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做法 得到了廣大香港民眾的支持 民調顯示 超過七成的香港居民贊同 還有 兩百三十多萬的香港居民聯署支持 到底他引述的那個民調是哪一個呢 可能是親政府那些機構做的 另外兩百三十萬 聯署就是之前建制派搞的街站 他拿這些數據出來說 大家就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美聯社的這篇訪問就看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